今天一開始 DS5更新的韌體 可以安裝 SSD 那我這邊做一個開箱 我買了 CNNY的 73040 2TB的SSD 加上嘉義的 散熱片 那我這邊 做一個安裝 那現在是把這個 加一的散熱片打開來 他有送這藍色跟紅色 粉紅色的 那我自己另外還買了 那這是DNY的 CN3040 的 SSD 發現我指甲 沒有辦法把它給 打開來 所以我就去 找了一個刀片 好 好 好 它就是兩片組合在一起的上面是我選的是紅色的 從這裡可以把它打開來 我先去試試看 附的就是這幾片 就是矽膠的貼件 我把這個粉紅色的貼在sse的下面 其實它黏性沒有很強 就把它撕下來黏上去就好 有人說要把這個保固的貼紙撕掉 然後我覺得保固有五年了 如果撕掉我怕沒有保固 就不知道怎麼辦呢 所以我還是留著 這是背面的部分 正面的部分我拿另外買的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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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把它黏上去就好了 如果我登不出去,我會正反面,反正我覺得應該差不多啦,我就把它黏上去了 上面還有一個透明的膜,要把它撕掉 然後把它放回去 檢查一下以後,最主要是後面的地方,後面的地方也不是有個半圓形 把它跟那個黑色的部分的半圓形差不多對齊 那等一下決定要鎖螺絲 然後把紅色這一球把它裝上去 不是有黏性耶 所以 剛剛這個時候就好一下子就裝到第一尾了 然後 可以看到那個邊邊有六個螺絲孔 嘉義的這個做得不錯耶 它剛好跟PS5的那個 蓋子溫和 所以也不會凸起來,就是剛剛好 我覺得還不錯 接下來就要鎖螺絲了 很好,這個嘉義還附了一個螺絲旗 你們把螺絲刷上去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锁着也没什么技巧,就把它放上去,不要锁一锁掉下来就好了 这个锁了好久还锁不上去 中文字幕——YK 锁完以后就准备要装到PS5上面 觉得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要把它装到PS5上面了 首先要把PS5翻过来 然后要把它外壳拆下来 这个其实蛮难拆的,我发现到没有像网路上讲的那么简单 右手要放在右边 左手要放在左上 后来发现我用脚把它固定住 才可以把它拆下来 那你拆下来的时候会有卡一圈 所以你就看到我的脚在那里了 不然我实在一直拆不下来 可以看到SSD的插槽在上面 我把它转到下面 这样比较好用 那刚刚拆外壳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其实是你的右手在下面 左手在上 然后稍微要用力 然后往上翻以后 然后再往左边移动 这时候因为PS5会滑动 所以我用脚把它给控制住 让它不会滑动 现在就拆着一个SSD的殼 把它打开来 然后把刚刚的PNYC3040 把它装到里面去 然后PS5上面就有螺丝 跟它的一个可以变高的一个 一个铁片还是铜片我不知道 总之你把它拆下去 我本来用我自己的螺丝起子 发现太大了 所以我就去把刚刚嘉义送的螺丝起子把它拿来 就发现刚刚好 可以拿来用 比较方便 所以我把它打开来 然后把它往前移一个 然后下面那个 这是螺丝嘛 那下面还有一个是这个 圆柱装的东西 然后把它往前移一个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把它拆下去 然后红色朝上把它插里 我一开始还找不到地方可以插里 什么都放不进去 因为我还是蛮小心的 怕插里太用力把它插花 所以我那一支试了半天 然后看 诶 一直放不进去 因为 其实 其实上面有一个洞可以插进去 就是 就是要 要去看一下 我还是蛮小心的 去找那个洞兔 终于找到了 把它放进去了 刚好可以推到 推到底的时候 可以发现到 那个半圆形的地方 刚好对着 那个螺丝孔的位置 然后就 拿那个 副的那一点 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把螺丝再把它鎖进去 接下来再把盖子鎖上去 接下来再把盖子鎖上去 再把盖子鎖上去 盖子鎖上去 再把鎖上去 盖子鎖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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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把PS5開機 PS5開機的時候就會秀出這個畫面 問你要不要把SSD給format 要不要格式化 就選擇格式化 格式化其實速度還蠻快的 可以發現一下就做完了 然後他跟你講說速度5.622 其實真的是蠻划算的一個SSD 那現在就已經很快的進來了 接下來就是到那個主機的儲存空間裡面 那我先選到這個M.2 SSD儲存空間 可以發現到有2TB的一個容量 然後主機的儲存空間有這麼多 那我先以後我都希望安裝到這個SSD上面 所以我就這邊做了一個選擇 不管是PS5還是PS4呢 我都把它以後預設都把它放在這裡 那接下來我就想把我之前的一些遊戲 全部都移到這個SSD上面 所以我今天就是這邊看一下 這個主機的儲存空間有哪些遊戲我要移過去這樣 基本上是可以全部移的 那這裡面是我的一些應用程式跟遊戲 然後我這邊做了一些思考 然後我這邊做了一些思考 像這個內建的遊戲我也覺得可以把它移過去 所以我大概選了這個就是這幾個啦 然後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它的移過去的速度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然後這個中途世界我想還是暫時留著 比較常玩的也沒有啦 只是我只是不想把它全部移過去 基本上這個速度已經夠快了 那這邊我就可以做移動了 所以我這一次會移動136G的一個容量貨值 最後一場方式是在使用2個想法 或者是在這幾個程中途所以我來看 在這裡面 真的移動的速度很快 這個功能就是這個我們自己可以安裝SSD的功能 我已經期待很久了 本來以為是10月底或11月才會有這個韌體的更新 沒想到期限到9月15號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很期待這個功能 全部都移動完了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就是再把那個破曉傳奇的demo版把它移過去 剛剛忘了一個 然後我們看來移動這個單檔 這個二下值就結束了 所以很快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差不多了 然後等一下來比較一下到底有差多少 看一下主機跟那個SSD的容量了 我可以領認真嗎 我只是甚至幾乎 那你根本身的致足 我們可以上去更新的皮膚 第一次就進來